被赶下台的乌克兰总统阿努科维奇呼吁乌克兰民众不要支持他逃离基库之后成立的临时政府 他说他依然是国家合法选举出来的总统 星期五在俄罗斯南部城市顿河半罗斯托夫的一次记者会上 阿努科维奇表示他是被一些只代表少数乌克兰人的亲法西斯民族主义暴徒强行赶下台 阿努科维奇呼吁他的反对派停止乌克兰无法无天的可怕状况 并誓言一旦他的安全得到保障之后将会重返乌克兰 阿努科维奇说他在抵达俄罗斯之后和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过电话交谈 双方同意尽快会面 阿努科维奇表示令他惊讶的是普京总统对乌克兰的局势一直如此克制 普京还表示对乌克兰这样的一个如此重要伙伴的命运 俄罗斯不能够袖手旁观和麻木不仁 阿努科维奇呼吁俄罗斯使用一切可能的手段 制止他所称之为乌克兰混乱恐怖的局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